好 重重持續帶你來關心 繼勞動部的職場霸凌案件之後 現在北市社會局也傳出疑似 有職場霸凌的事情發生 今天上午台北市議員林亮君 就找來了這個社會局的兩名 就是疑似被霸凌的同仁 現身說法是指控他們的科長 他們的主的長官 是對他們做出了非常多霸凌的行為 包含了摔公文 言語辱罵 甚至是揚言要把他們送 好機會等等的狀況 讓他們身心壓力非常的大 還直言上班就像在地獄 這樣子的身心狀況 已經讓他們沒有辦法附和 今天特別是出面 來向各界來說出這樣子的情形 甚至一度是講到哽咽 我們實際上遇到的情況 就是聲音出不去 我們在科內 常常都是被威脅跟恐嚇 動不動就說要把我們送考機會 動不動就會出現摔公文 動不動就會出現說 你去抗議啊 你要怎麼抗議 你想跟誰抗議 台北市政府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這是輔方的政策你不知道嗎 就像長官強迫我們跨年設置專區 超時加班16個小時 也不顧我們回報說有安全的疑慮 然後說我如果在這樣子 就是不聽長官的話 會有不利的影響 會被報復 會被秋後算帳 好可以聽到當事人其實情緒非常激動 是認為自己在整個社會局上班的過程 是非常的不開心 壓力很大 甚至有頭痛 甚至還有這個非文證的狀況 不過對於整件事情 社會局的回應則是說 他們在11月15號才接到相關的通報 以及反應 但這件事情其實 如同這個當事人講 已經有三年之久 那為何這個通報機制 會出現這樣子一次漏接的狀況 今天社會局的副局長也出面 表示說他們到了15號才接到 那也儘速的啟動相關的機制 相關的關懷以及輔導 那接下來呢 也會在今天也就是22號下午 與當事人來進行溝通 至於這個疑似霸凌的主管 接下來後續會如何處置呢 社會局則是表示說 現在都還要跟雙方 進行溝通之後才能處理